主席 我們張次長 不是 內政部 張次長 財政部 部員好 次長好 次長 我看今天跨部會的 跨部會的 來討論到這個社會住宅的 可行性 我認為 剛才黃委員質疑說 這個是急救傷 我看到大家提出來的資料都相當有限 都相當有限 其實只是一個 草率非常草率的一個資料 沒有很明細 但是我現在在這裡要講 我 我這樣子 我請內政部的次長 林市長請 好 蔡市長您請坐 市長 其實 今天這個 我認為你們真的是玩假的 如果真的要做 真的要做 應該先行政院裡面跨部會先去討論 把你各部門 財政部 有你主管的 閒置的土地 經濟部 還有甚至連國防部 各部會統籌 可以運用的地方 第一個 把它遞找出來 第二個 更重要的 誰才是適合這個社會住宅分配的對象 使用對象 是你內政部才知道 因為你這裡面是照顧到弱勢 然後生殖幾個子女以上 你有優先順序 是你內政部主管的 然後 第三個 建築法規 適不適合蓋房子 能夠怎麼蓋 也是你營建主管的 所以照道理 應該內政部主辦 你們先跨部會 在行政院裡面討論出來 很詳細有一份資料的時候 才在這裡再討論 這個才有意義 你今天 各個部會 我所要的知道 有的人只給一張 有的人給兩張 然後這麼草率 能夠彈出什麼 真的要做 其實應該要非常 非常仔細 大家 法規也好 閒置的土地也好 那麼地點的閒 地點的選定也好 還有你適用的對象 都要有一套的規劃 討論才有意義啊 今天在這裡 講的等於白講啊 是不是 報告委員 因為這是貴委員會 要我們來報告 所以 我們也很誠實的 就是說 我們確實知道 這需要一個周延的 所以我們只是把 現在初步的方向構想 向各位委員提出來報告 那我們接著 座談會 公聽會 還有包括我們的需求調查 跟整體的方案的話呢 我們一定會完整的規劃 在整體提出來 我想 應該要有一個更具體更完整的規劃 是 那麼 我知道 現在 各個部會 現在 譬如說 國防部 它因為經史方案之後 閒置了非常多的土地 現在在那邊沒有人管理 造成治安思想 那麼經濟部 也好 經濟部的首屬 比如台唐 它也有很多土地啊 還有財政部也有啊 這些土地你應該做一個整理 做整理以後 你這個要報警行政院 由它指定 然後 內政部 必須找起 跨部位 先把土地 能用的找出來 然後 然後銀建署 可以蓋的地方是哪裡 適合蓋的地方是哪裡 然後 內政部 你們必須定出說 這個 對象是誰 那我現在在這裡給你一個意見 其實 你說 配置社會住宅 是弱勢的 那麼 你怎麼去 你怎麼去認定 它是中低收入戶弱勢的 它中低收入戶 每年核定的人員 不一定相同 它今年是中低收入戶 明年就不一定了 它也許過兩年 小孩子長大成人 他的生活改善了 就不再是中低收入戶了 那麼 你適用社會住宅這些條件 這樣也不盡公平啊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裡啊 因為內政部 你們一直 你們部長 一直在處心機率 要這個增加生育率 我倒鼓勵你 生業多你就配業多了 知道嗎 謝謝委員 謝謝 這個是最有利的 對 我們目前的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還有包括我們的住宅整貼方案 我們都會把那個 有子女的人數 來當作我們的加分 對阿 生小孩也是為國家耶 如果大家都不生的話 這個國家完蛋了 大家都自私都不生的話 這個國家完蛋 那麼生 他生了那麼多小孩 政府當然也要有這個責任來幫助他 除了稅金看要怎麼去減免之外 你要幫助他 不然這個教育費這麼貴 他怎麼養得去 所以現在年輕人 你現在特別 你在住宅這個草案裡面的定義裡面 我特別特別要 要你考慮的就是生業主子女 這個越多了 你如何去把它 做一個最 最好的一個條件 來鼓勵他們 那那個是單親家庭 我們就不能這樣認同 你如果這樣的話 那以後會很多單親家庭出來 那有的人為了配合 這個這個要分配到社會住宅 那乾脆就離婚了 再變單親了 這樣子 這個不行啦 所以你這個規劃 草率 我真的講很草率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還在規劃 還在演繹當中 那您的意見 我們都會在我們規劃裡頭 來做通盤考量 你單親家庭 那個是不得已的 是上偶 配偶 不幸過世 這個是可以考慮 但是如果單親了 那有很多單親媽媽 單親家庭出來 你等於有鼓勵的那個單親家庭 這個是不對 所以這些我想內政部 整個社會住宅也是你們的政策 你只能要求其他部會來協助 那麼主管一定是你們 如何訂 蓋得這個公平 蓋得符合社會的需求 那第三點我給你一個建議 其實現在空屋率是相當的高 因為建商拼命的建 其實空屋率很高 那麼空屋率這麼高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說 如果我們要抑制這個地價 抑制房價 是不是說 在很高很貴的地方呢 把這個如果有空屋的地方 由政府來承購 來轉租給這些 比較符合 比如說剛才講 比較弱勢 植女多的這些人 你有沒有這樣考慮到 報告委員我想 如果善用民間已經有的 成屋的話也是我們考量的策略之一 那至於是我們用媒介房東 讓他來跟需求者來直接來租 或者是說要政府來承租 或者是說要政府來買的再租給民間 這些策略我們都會在我們的方案裡頭 來做整體的考量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政府如果真的要推行 下一次來報告的時候 就有一個非常具體的 很詳細的一個規劃 然後我們 我只要求我們對內政府 其他的 你們跨部會的事情 行政院院會裡面去討論 好不好 謝謝